大家好,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在我开始之前,记得订阅本频道,打开小铃铛。 这样我发表新内容时,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AMD X3D系列,毫无疑问是游戏玩家神优处理器。 而就在大家翘首期待锐龙9000X3D系列的时候,锐龙5000X3D系列居然还有新品。 日前ECC产品库里就出现了锐龙55500X3D。 其实在去年11月份,锐龙75700X3D,锐龙55500X3D就出现了。 其中前者在今年初上市首发价200美元,目前只需100多美元左右。 虽然之前锐龙55500X3D却一直没有动静,但现在看这样子似乎真的要来了。 而价格必然能在100美元出头,绝对无敌。 对于还在使用AM4老平台的玩家来说,如果预算非常有限,又想玩游戏,这无疑是完美之选。 另外,其实还有一款锐龙55600X3D,一年多前就发表了。 不过是美国电商Microcenter独享的。 它和锐龙55600X一样,都是六核心十二线程,3M二级快取,32M三级快取。 叠加64M3D快取后,总容量高达恐怖的99M。 而频率则略微降至3.3至4.4G,热设计功耗105W。 锐龙55500X3D据说既不降低频率,到3.0至4.0G,差异还是较大的。 好处是,热设计功耗有希望回归65W。 与此同时,AMD也正在加速向AI处理器转型。 AMD官方宣布,已经完成对Silo AI的收购工作。 这是欧洲最大规模的私人AI实验室。 交易价值约6.65亿美元,AMD全部以现金支付。 这是Google 2014年,以约4亿英镑收购英国DeepMind以来, 欧洲最大规模的一笔私人AI创新公司并购案。 Silo AI将加入AMD AIG人工智能事业部, 领导人是AMD高级副总裁Bansi Bapena。 AMD表示,收购Silo AI体现了AMD基于开放标准提供端到端AI解决方案的决心, 以及与全球AI生态系统的良好合作关系。 Silo AI总部位于芬兰赫尔辛基,业务遍及欧美, 为AMD带来了世界级的AI科学家、工程师团队, 尖端的AI模型、平台和方案, 尤其是开源大语言模型Poro、Viting, 以及安列人寿、菲利浦、劳斯莱斯、联合利华等大型企业级客户。 过去一年来,AMD连续投资了十几家AI公司, 总额超过1.25亿美元,还收购了Mipsology Node AI。 在此背景之下,AMD的初代AI CPU锐龙AI300系列虽然正式来了, 但迄今只有三款型号, 首发的锐龙AI9HX370、锐龙AI9HX365, 以及后续增加的AI提速版锐龙AI9HX375, 那会不会还有更多呢? 答案是肯定的。 目前,AMD正在准备锐龙AI300系列的新型号, 定位更高阶, 数字编号也大于370、375, 但暂无更具体说法。 只不过问题是, 锐龙AI9HX370、375已经把规格拉满了, 在网上怎么办? 估计只能放宽功耗限制, 提升CPU频率。 毕竟,已经有笔记型电脑厂商, 把功耗释放解锁到了90瓦, 远高于额定的15-54W。 对于如何命名, 不少粉丝用户们纷纷脑洞大胎, 锐龙AI9HX370+, 锐龙AI9HX370MAX等等。 其实, 锐龙AI300系列最应该扩充的还是向下, 比如, 锐龙AI7或5的300系列, 满足主流轻薄笔电、 迷迷机买知识掌机的需求。 网上更高就是Strix Halo, 但不知道是否会命名为锐龙AI400系列。 然而, AMD-CN5架构锐锐龙AI300系列的首批产品, 只有笔记型电脑, 迷迷机最快也得10月, 掌机肯定要更久。 而现在, GPD带来了一款特殊的迷迷型掌上电脑, Pocket 4, 非常好玩。 GPD POC S4的长宽尺寸只有206.8毫米, 144.5毫米, 厚度22.2毫米, 单手轻松可握, 但未公布重量。 特殊的脚链设计, 可以让荧幕前后180度开盒, 横向180度, 旋转10万字寿命, 在笔记型电脑、 平板、 电子书、 演示机等各种模式之间任意切换, 且单手就能操作。 方寸之间, 它搭载了一块8.8英寸荧幕, 解析度达2560×1660, 更新率144Hz, 亮度500nits, 色域覆盖97P3, 支援10点触控, 4096级压力感测, 顶部集成500万画素超广角镜头。 C面也塞下了几乎完整布局的键盘, 各种功能键都在, 还集成了一小块触摸板, 三按钮滑鼠。 接口不但有常见的USB4, USB-C10Gbps, USB-A10Gbps, USB2.0, HDMI2.1, MicroSD读卡器, 还有一个模块化接口, 可按需安装EIARS-232, 4G LTE, KVM, 扩容卡等各种不同模块。 电池容量44.8瓦时, 影片播放续航9小时。 记忆体可选双通道32或64G, LPDDR5X7500, 存储器是一块单面两, 或4T的M2-2280 SSD, PCIe 4.04倍规格。 两个2瓦超线性扬声器, 支援DTS-X, 虚拟7.1升到。 网络是有线的2.5G和无线的Wi-Fi6E, 以及蓝牙5.3。 核心配置方面, GPD这款基于AMD锐龙AI300系列的多合一掌上电脑Pocket 4, 配备旗舰级锐龙AI9HX370, 搭载迄今最强核显Rideon 890M。 锐龙AI9HX370的功耗设定在20-28W, Rideon 890M极显号称超越英特尔下一代瑞旋140V, 内部使用单风扇,单热管散热。 之前的数据显示, Rideon 890M54W功耗下的Time Spy得分可以达到4,221, 已经无线逼近50W功耗的RTX3050行动版, 对比72W功耗的上代Rideon 780M则大幅提升了31%, 不过,GPD在产品介绍中称, Rideon 890M核显搭配LPDDR5X7500G一体, 45W功耗释放下, 3DMark Time Spy灰图得分为3647。 相比之下, 英特尔尚未正式发表的Lunan Lake家族的高阶型号, 酷睿Ultra 7268V, 集成核显锐选140V, X12新架构, 同样是45W功耗, 显示记忆体尽管未透露, 但可能也是7500M, Time Spy灰图得分为3438。 换言之, AMD具备大约6%的优势。 有趣的是, Time Spy测试一般是比较利好英特尔这边的。 那么, 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 库论有余。 最后, 请你点赞, 订阅。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 谢谢。